一张一张的老照片挂在墙面上 朴素原始的影像 不仅让来参观的民众细心观察 同时也勾起许多民众早年的回忆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透过邀请阮仪中老师举办摄影展 借此要带领民众回顾 1970年代马祖的风情 那个时候马祖是完全不准拍照的 相机是管制屏 因为我是绕金团的议员 水团记录 除了记录这些演艺演员 表演给阿兵哥看之外 我也跟当地的金政府商量说 我可不可以留下一些 马祖百姓的日常生活 没想到40年以后的今天 它不但成为一个展览 而且还出版了一本书 那很多马祖的乡亲 看到这些照片非常的激动 因为他认为我记录了那一段 他们空白了 完全不准流营的那个历史 去年底由连江县政府文化处举办的 马祖1979软役中摄影展 在马祖展出时引起多方回向 而这次跨海来台 透过选载马祖人的第二故乡桃园 并与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合作举办摄影展 也出动台马两地马祖人的乡筹 因为我们桃园其实是马祖人的第二故乡 我们桃园有五万的马祖人 那马祖才有八千个马祖人 所以因为当年这个马祖工作比较找不到 所以大量的这个马祖人都移居到桃园来 去年2020的11月现在马祖展过 那马祖展完之后其实在筹备这个展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知道要有做这样的一个合作 他展完之后就会移展到这个马祖新村来 主要也是这个鼠地的一个感情的链接 马祖一九七九软一中摄影站 于马祖新村省达登场 而软一中老师的照片 不仅提供民众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差异 同时也扩大我们观看人与物的视野 欢迎民众于3月21号前 把握机会一起回顾珍贵的历史 记者们都君谈报道